各位同学 我们从这一讲开始 进入一个新的章节 图 看起来很难的样子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学过了 我们前面那个数 二叉数 就是图的一种 或者说它是一种特殊的图 怎么特殊呢 它里面没有环 你看那个根界点往下往下 都是他儿子孙子 你不能说形成一个环形 自己的孙子又是自己的爹 那不行 但图可以 图没有所谓的这种 祖先然后子孙的关系 图你可以随意 你就这么连 你说我这有个图 回来就回来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图 你说你这个边可以更多 那如果说我这个边都满了 什么概念 任意两个 我再多画了一条 就是说任意两个节点 都有一条边 那怎么办 叫完全图 都完全都满了 也可以说它很稠密 这个关系 那如果说这个关系呢 是有一个箭头 就是单向的 就是说我比如说 这是A 是B A呢 能到B 但是B呢 不能到A 或者说A知道B 但是B不知道A 就有点像我们上微博 那个Follow的关系 我关注它 但它可能不关注我 所以很常见单向的关系 对不对 这个叫有像图 但如果你有像的话 你这个一个图和图之间 你可以 你这个 可以双向的 对不对 就是你关注了我 我也关注了你 这个就是双向有像图 那我们这个图 在计算机中 怎么表达 那图还有很多 其他的特性 我们后面 结合不同的例子 慢慢介绍 学过我这个例子 其实图的特性 都了然于用 但是这个图有个问题 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 你想这个二叉数 我们表现出来 就已经挺麻烦了 对不对 每个节点 我要记录一个左指数 再记录一个右指数 底柜的关系 那图怎么办 因为图我们不知道 一个节点 它出去多少条边 进来多少条边 怎么办 那我今天讲 两种表达方式 是两种最长的表达方式 一种叫临接矩阵 我们先搞一个例子 我们例子放这 我们比如说现在有 有四个节点 那A到D有一条边 A到B有一条边 B到D有一条边 D到C有一条边 B到C有一条边 就这样的一个图 如果说我们采用 临接矩阵的这个做法 是什么样 那我们就 A B C D 对角线我不管了 其实你有的人射成0 有人射成1 无所谓的 其实 那我就都射成0 因为这都是代表它自己到自己 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关系 那你就这个变成1 一般射成0 但如果有的时候无所谓 那你也可以无所谓 那A到B有一条关系 正面是它的列 行或者说 就是行 代表着它的 就是圆 south 然后这个横的这个 每一列 代表它的目的 decination 那A到B有一条边 那A这是它的圆 B 那这个射成1 A到C没有 射成0 A到D有一条边 射成1 然后从B开始 B到A没有 B到C有 B到D也有 C C呢是说 它只有边进 没有边出 那全都是0 D D只有一条边到C 其他都是 这就把这个图给表达出来了 但这个 有一个小问题 咱先不说时间复杂度的问题 咱就说这个存储空间的问题 就是说 当我这个图很稀疏的时候 就比如说 我有100万个节点 但我只有5000条边 这在限制中 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就比如说 我们 你修建一个 咱们就说 咱们中国的公路网吧 对不对 那只有 就是说 一部分线 它是相邻的 通一条公路 咱们直接的 就是说 咱们北京到天宁 有一条公路 对不对 那咱们就是北京到天宁 这个射成的1 通的代表直接通的 对吧 但你有的时候 是说隔着两个城市 那咱不算通 不算直接通 那其实这个边市 是很少很少 但是城市有很多 这个矩阵 它比较稀疏 怎么办 对吧 那我如果还是搞定 一个大矩阵 那我一百万横 一百万列 在上面只有5000个 只有数 我们就采用 另外一种方式 叫做临界表 也是 横的 是它的这个圆 那 这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每一个元素 存 一个链表的头 那A 这个头 这是头 这是头 这里其实没存 这是存一个头 我说这个第一个是A 头指向谁 指向第一个 它相连的边 就是B D 就是A 可以通B 也可以通D 然后没了 对不对 那 再看看B B呢 它是可以通C 也可以通D C呢 谁也不通 链表可以没有元素吗 对不对 D呢 通C C 谁也不通 所以后面就接D了 这我就知道后面没了 这就是 临界表 使用数组和链表 相结合的一个方式 那它占多少空间呢 你看 这边其实 你有多少条边 就有 多少个 这个 占多少空间 对吧 这些呢 我这整个这个节点 是五条边 其实你这个链表 一共就五个元素 头因为你接空 又设成个那儿 对吧 当然你 你这个还需要一个东西 来存这个数组 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图啊 用这个大V 代表这个 节点 或者用N的也有 这代表是node 这个是顶点 V 来代表这个 也有这么写的 再个竖线 代表着有多少个顶点 然后用E 这个H 代表多少条边 那如果是临界矩阵 需要占多少空间呢 是顶点的数目的平方 如果是临界表 需要占多少空间呢 是有多少个顶点 这有多少个顶点 对吧 加上有多少条边 所以说 当你的边比较稀疏的时候 可以选择 临界矩 如果是边不稀疏的时候 选择临界矩阵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 后面我们还会讲 如果说 哪些操作比较频繁 你要是考虑时间 四大度的话 做如何选择 那我们这个结构讲好了 那就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从一个顶点出发 怎么能够变力呢 就跟竖的变力一样 但竖变力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地方都是从根界点出发 然后左指数 右指数 不管什么顺序 或者是一层一层 或者深度优先 这样来看 那图 怎么来变力 这个 不值个小作业 大家可以试一试 看一看 下节课继续 谢谢大家